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IF磁力瘦的一个使用说明 首先我们收到仪器之后我们拿出来的话主机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会有配一些配件 我们这边收到的话会有两条加水管 一条的话是一个加水的漏斗 一条的话是衣水管 然后有配两对小手柄 这个小手柄是做腿部跟手臂的 另外的话还有我们还有三条绑带 有一条长的有两条短的 长的这个的话是绑在肚子上 这两条短的是可以绑腿上跟手臂上 还有两条小的这个是做小手柄的 然后这两个的话是我们的仪器的配件架 然后这两个的话是大手柄就是做身体 这边的大手柄 那现在我们来安装一下 我们的仪器 我们绑绑过来 这两对配件架到时候我们也会放在里面一起 到时候一起安装就可以了 我们先装配件架 这个配件架直接拧上去就可以了 上面这部分的话它是可以装饭的 如果说方向不同意的话可以调出来 然后装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手柄先放上去 先把手柄挂上去 然后我们的大手柄的话是装在下面这个孔 我们这里的话是有四个插口的 大手柄是插在下面的插口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有两个顶尖 然后对着两个孔别插出去 这里有个手柄 直接上手上去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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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把小手柄也挂上去 小手柄的话是调在上面这两个卡 他手柄的话是部分左右的 可以使用 手柄这样就擦好了擦好手柄之后 我们收到货的话 如果说是已经放掉水了 我们还需要加水 现在我们先示范一下怎么加水 这边的话有两条水管 这条漏斗的话 这个水管是加水的 那我们相应的 这上面的话 这个口的话是加水口 这个是溢水口 这里的话是放水口 我们就把加水管的话插在加水口这里 它卡上去的话会趴的一声 它就是已经上锁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溢水管插在这个溢水口这里 然后我们这个管子的话 可以拿个盆或者拿个桶接住 它等一下水满溢出来 然后我们用个水壶 把水倒进去 加水的时候 我们建议你在关机的状态下去加水 现在就加水 因为现在我们仪器的水是满了 所以你加进去的水的话 它就马上溢出来了 溢出来的话 说明是这个水已经是满的了 就不需要再加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水管拔出来 我们这下面的话 它会有一个卡口 那这里按一下它就自动躺出来了 按一下它躺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开机 那这个的话是开关的 我们用电源线插进去 把电源线插在这里 我们对准之后插进去 好 这里 这个是开机 开好机之后我们转过来 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界面 我们开机之后 这里会看到两个选择 一个是南式 一个是牛式 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温控指示 如果说仪器温度过高 它这里会有提示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水位报警 如果说安全水位下降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也会报警 然后直接就界面的话 就会有显示 是需要加水了 然后我们加水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 点进去界面看一下 这个是南式的界面 这个是相应操作的一个部位 我们有就是上臂 腹部 臀部 腿部 这边的话都有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点进去 任意点击一个 界面这里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是控制了我们的一个 实力瘦的一个输出能量 这边的话 RF的话就是射品的一个能量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手柄中间的话 是有的黑点 这个是输出RF的一个能量 这个是可以控制的 分开控制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是大手柄 看到没有 这个是大手柄 这个是小手柄 可以分开控制 如果说我们做大手柄的时候 我们就选大手柄 如果做小手柄的时候 选小手柄 这里的话是时间 我们默认的话是30分钟 最高可以调到60分钟 然后最低的话是5分钟 这样子 我们按默认的来操作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里的话模式 我们这个的话是有氧减脂模式 有氧增肌模式 还有有氧减脂训练模式 然后这个的话是组合模式 1加2模式 这个是2加3模式 这样子组合的一个模式 我们一般正常操作的话 我们就选第一个模式默认模式 然后按这个开始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 在模特身上先试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模特的话是女士 那我们绑回来选女士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先示范一下大手柄 我们现在展示一下我们手柄的一个操作 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有个黑点两个手柄 这个的话是我们RF射频的一个触点 就是输出点 因为这个是单级射频 就是我们聚焦射频 所以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 是需要涂上凝胶的 操作的时候 然后我们操作的话 一般胖的人的话 我们可以两个手柄一起放在肚子上 然后如果说是瘦的话 我们可以放一个就可以了 那操作腿部的话 或者是手臂的话 胖的人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大的手柄去做 也可以用我们小的手柄去做 那现在我们在模特身上的话 给大家示范一下 然后我们的话要在上面的话涂上凝胶 我这个已经涂过了 涂上凝胶 然后固定上去 用绑带固定好 那我们看到手柄这里的话 有三个按键 这个按键的话跟我们仪器上面 仪器上面的这个能量 看到这里有个加 有个减 然后有个开始 来我们回到界面上 跟刚刚我们的加减是同步的 然后还有这个开始键的话是同步的 我们在刚开始操作的时候 我们建议的话 把能量先从第一开始去调 我们可以从一或者二档去开始慢慢调 现在我们先从一档开始调 然后大家可以 可以把那个镜头拉回我们手柄这边 对调好之后 我们按这个开始 开始键 这个 现在的话它就是在输出的一个状态 有听到响声的话 就是仪器正在输出的状态 这个能量可以接受吗 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往上加 当然客户自己也可以自己控制 对 这上面的话你可以摸到 这个是加号 这个是减号 这个是暂停 对 这里 加号 减号 这个是完全全程是不需要老师去控制的 这里的话有一个IF的能量 如果说你需要加热的话 可以在这里增加IF的能量 加一个慢慢往上加 然后这个能量的话可以在这里加 这个是磁力瘦的能量 这个是IF发热的能量 可以在这里加 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大手柄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需要选大手柄 我们现在的话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小手柄的一个一个就是摆放的一个方式 我们这边涂上凌胶 把凌胶涂在这个触点这里 涂上去之后 我们小板带穿进来 这边的话我们是魔术贴 两边都可以贴 先固定好一边 然后我们把这个 反过来 把这个反过来 然后这样穿过去 这个是有扣子 直接穿过来 这个会比较紧一点 我们拉过来之后 这边也是有魔术贴 然后直接把这个拉紧固定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就固定的非常稳了 就不会滑落 然后我们绑回来这边 因为我们现在操作的是小手柄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切换 如果说你不切换的话 输出还是大手柄 我们现在操作小手柄 所以要点这个 点这个小手柄这里 同样的我们这边的话 是控制磁力瘦的一个能量输出 这边控制的是RF射柄的能量输出 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先从小的开始去调 我们从二档磁力瘦二档开始 然后RF的话我们从一档去调 调好之后我们确认 然后按开始 现在的话就是在输出的一个状态 可以听到声音的话 就是我们仪器已经在开始工作 如果客户觉得能量低 他也可以自己往上加 这个可以加减 能量可以加减 相应的去加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做完的话就按这个暂停 按暂停就可以了 来把我们的主界面 然后现在我们再给大家示范一下手臂上的一个安装方法 跟我们腿部也是一样的 来示范一下手臂上的安装方法 我们把这个取下来 现在我们来固定一下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手臂的 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边固定好之后涂上凝胶 然后手臂这边固定好 传过来 跟我们腿部一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边固定好之后 把它贴上去 磨砂贴贴上去 然后这样子固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能量增加上来 这里的话能量炒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的 这边是调磁力瘦 这边是RF 磁力瘦这边的能量的话 在手柄上是可以同步的 RF的话就必须要在界面上这里调 然后我们开始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输出的状态 能量如果说觉得弱 就往上夹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往上夹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可以做肚子 也可以做腿部 也可以做手臂 臀部都可以去操作 我们相应的想要做什么部位 就把这个手柄跟绑带固定在什么部位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RF磁力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解 这边就是这个手柄 这个手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去拿下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字幕 就这样了